从今年年初以来,在土耳其军队的大力支持下,加之叙利亚忙着一直主要在南线作战,无暇顾及北方等原因。 北线的叙利亚反政府自由军武装混得风生水起,他们已成功控制了伊德利布、阿弗林、阿勒坡的很大一部分面积,进入叙利亚的土耳其军队眼下,叙利亚政府军调集了约2万人,正准备在德拉伊县对叙利亚自由军所属南方阵线把其总攻。 然而在这个关键时刻,土耳其军队和北线叙利亚自由军却加快了推进步伐,先已进至去俄罗斯海军基地约100公里的拉塔基亚生贾巴尔阿克拉的地区,土耳其军队和北线叙利亚自由军有点趁活达结的意思,他们乘坐着装甲车和各种卡车快速推进。 但由于遭受阻击,目前正在贾巴尔阿克拉的地区够助攻时,人貌似想要长期驻守,是政府军业已抽调第十一师,紧急开赴到拉塔基亚省北部,以加强当地驻军的防御力量。 现在驻守在拉塔基亚省的是叙利亚的国民防卫军,他们已换命开火还击,对南下叙利亚自由军的车队进行攻击。 据报道,国民防卫军被命令,主要打击叙利亚自由军,而要尽量避免攻击土耳其军队。 这样的命令,显然让国民防卫军缩手缩脚,来以施展。 叙利亚版政府武装自由军,为何是军方会发出这样的命令? 分析认为,是政府军目前兵力捉襟见肘,南方的德拉战线是现在的重点。 而土耳其陆军的实力不容,小觑,在整个北约里面排名前列,且装备精良,是那样有素。 艰难处境下的叙利亚,是不想在这个时刻战略这个大敌的,所以只能被迫暂时认了。 因此,在整个行动中,国民防卫军的额制短号反坦克导弹,主要瞄准了是自由军的武装皮卡,而不是土耳其军队的轮式装甲车。 但还是成功持阵了两者的推进速度,但是,想要彻底阻打土耳其,以及北线式自由军的继续向南阔大地盘,势必要尽快结束南方战事,才能将更多兵力和精锐力量调集到北部。 但想快速取得胜率是非常困难的,难道阵线,IS残余武装及其他武装,已经组成攻守联盟,总人数就将近1.5万人。 且在美国的支持下还在加强中,而美军也有点蠢蠢欲动的意思,叙利亚的国民防卫军如果美军真的直接参与战事,那么叙利亚政府军或将很快一败涂地,南北都有强敌,实际艰难。 当然,即便俄罗斯并非真心失意,想帮助叙利亚,但在巴沙尔政权,面临生死存亡的时刻,俄军应该也不会只作弊上官。 毕竟若巴沙尔倒台,美国将必定会扶植一个亲美政权,说不定还会收回俄罗斯住叙利亚的基地。 这对俄不是好消息,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存在,多少都会让俄罗在行动前,都有很大的顾虑,俄军不愿意直接出兵去攻击叙利亚反对叛武装,毕竟两者他们都是叙利亚人。 但这并不代表,如果美军真的参战的情况下,俄军还会无动于众,这明显不符合俄罗斯的利益,以及多年经营叙利亚的初衷。